Bitcoin and crypto will skyrocket like never before even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 今天這支影片會告訴你 為什麼比特幣都已經歷史新高了 我還是持續會買入比特幣 而且提高比特幣在我的投資組合裡面的佔比呢 川普他當選美國總統 币圈一片歡聲雷動 那你以為這只是川普對币圈態度好像友好嗎 喔這理解是正確的 但有一點太表面 比特幣在川普當選之後呢 不斷創下歷史新高 那創新高的白話文就是 市場上面所有買比特幣現貨的人 沒有人虧錢 沒有喔 講起來是挺驚人的吧 你可能知道川普他是 加密友好的準美國總統 但是不是很清楚 確切知道他到底答應了什麼政策 為什麼大家不只樂觀 是這麼樂觀 這是100年代的銀行業 真的真的 我認為你只是在你的年紀 我可以看到它發生了 在15年 Bitcoin已經離開了 從一個概念 發放在網絡網絡上 到最大的價錢 在世界各國的最重要 能相信你這樣嗎 對嗎 這是大事 B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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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ant success then take a look away 開始動了 因為比特幣剛剛衝破歷史新高 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時機了 我們現在正在趕工 我覺得邦尼區塊鏈 YouTube頻道裡面 最最最最屌的影片之一 頻道的下一支長影片 肯定好看啊 不猛的話呢 我歡迎你來跟我抗議 真的要開啟小鈴鐺 上片立刻通知你 請你一定要收看啊 你覺得這支影片 會出現幣圈哪一個大神 是誰呢 我記得好期待喔 在下面留言你的答案 發片之前猜中的人 會抽五個人各二十美金 想想看 它已經比ExxonMobil更大 快要超越銀行銀行 這不是很糟 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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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它可能會超越銀行銀行 但根據它們的樣子 現在也可能有可能 沒有像那樣的 我認為你有沒有像那樣的 很多人都沒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當它們想知道 這真的會有什麼 好雖然現在看起來 長期真的超樂觀的 不過呢 還是要提醒這個 不熟悉必捐波動的人 這不代表說 從這裡開始 比特幣就會一路狂漲 不回調 只是長期來說呢 又更樂觀 如果你覺得 你想拿出來投資 比特幣的錢 是可以放在一邊 長時間不去管 不去看 那跌了也不會痛 你要長時間握著 那可以考慮一下投資比特幣 不過如果你覺得手上這個錢啊 最近就可能會需要 只是好想要衝進比特幣 衝一波翻身 那可能自己要斟酌一下 因為我們所有頻道講的 都是長期的投資 我們要賺的錢呢 是長期的錢 長期賺錢 如果感覺市場氛圍有改變 當然頻道也會立刻跟大家說 所以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覺得市場目前的氛圍啊 就是 比特幣大牛市要來了 不過你現在加入 也不會太遲 川普他在競選的時候 講了很多關於加密貨幣的承諾 那我挑選了四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帶你一起看 第一天我會打開Garry Gensler 然後承諾新社會主席 我沒想到他這麼不流行 我沒想到他這麼不流行 Coinbase交易所的法務長Paul 他公開就說 他覺得川普上任之後呢 加密貨幣執法的案件數量 會大大減少 這故事的背景是這樣的 就是SEC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呢 他是美國政府旗下的 這個監管股市的機構 他們會制定規則 然後負責監督 早在2013年的時候啊 SEC就開始管幣圈了 只是那時候數量很少 關注幣圈的人也很少 不過案件的量呢 越來越多 到2023年2024年 那叫做暴增啊 SEC開始起訴各大的幣圈相關公司 什麼Uniswap Robinhood Coinbase 帝安 很多業者就很困惑說 欸想配合啊 但好像不知道 SEC的規則定的有點太模糊了 想要配合都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這其實很致命喔 就是大家的規則 在很模糊的時候 就會綁手綁腳 現在的主席Gary Gensler呢 他其實是懂加密貨幣的 他不是不懂啊 他以前在麻省理工教過書 那時候就在講加密貨幣 而且當時呢 Gary Gensler對幣圈的態度 是蠻正面的 不過在他當上SEC主席之後呢 這態度叫做大轉變啊 他做出來的事情呢 就好像是一個很排斥 加密貨幣的人會做出的監管 反正呢 假設川普真的換了一個SEC主席 換一個對加密貨幣 有很清楚脈絡走向的人的話 那對幣圈的發展絕對是好的 因為大家做事情就知道 要依循什麼樣的規範 那就更好做事情啦 下一個原因更重要 這一點我個人覺得是 最關鍵的一個承諾 如果身邊的人 還有對比特幣有一點質疑的 我會請他看這一段 各個國家呢 通常都會有很多種的戰略儲備 用來應對突發的經濟狀況啊 能源狀況或是安全的危機 或是說供應鏈斷掉怎麼辦 比如說呢 那美國的石油戰略儲備就有3億多桶 這就是為了應付可能的石油供應中斷 那美國呢 有全世界最多的黃金戰略儲備 8,130噸 那這就很有趣啦 因為這個黃金戰略儲備 除了要穩定美元貨幣之外呢 另外的關鍵就是 黃金它是每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 都有共識認為是有價值的資產對不對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落實他的承諾 把比特幣也納入國家的戰略儲備的話 那言下之意就是美國作為這個領頭告訴全世界的政府說 我們相信這個資產的價值已經值得我們把它納入 美國的戰略裡面 這樣就會更強化比特幣作為數位黃金的地位了 那美國這部分我們處理完了 接著看全世界 世界的各個政府啊 各種競爭啊 合作 就有點像是鋪一張大王子 大家都要不停的談判 取得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狀態 那美國衝出來把比特幣作為戰略儲備 這個事情一做出來 很多其他國家就會想說 欸這肯定有什麼吧 那如果當大家都這樣想的時候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不擁抱貨幣和比特幣的技術 中國也會 其他國家也會 他們會擁有 我們不能讓中國擁有 他們正在做太多發展 我們希望他們成功 我們不希望中國成功 我們必須成功 但如果他也建立了比特幣的政策 我認為那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它會打開這個世界的遊戲的理論 如果美國開始進入 практиrir 我們想不要緊過來 各個國家才會感應 BTC這說明 garlic 有一個承受的經濟 美國參議院 Cynthia 七月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宣布 Wiz 這個法案就是要用 联邦的资金去买100万颗的比特币 希望巩固美国作为比特币的 这个最大国持有者的地位 目标很明确 他是说美国呢 要拥有比特币总量的5% 那这数字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美国在全世界里面 黄金拥有的占比 差不多 那这个比特币的计划呢 时间长达20年 所以战略储备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 也就是为什么比特币会长期 真的很乐观的原因 如果我们看的角度跟高度 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论 那就希望你看出这一段的含金量了好吗 也希望你知道 我们在看的是一场长期的投资计划 很多美国都没有意识到 美国政府是比特币的最大的持有者 有谁知道吗 怎么办 国家政府有差不多210,000比特币 或1%的最终的供应 但过多久 我们政府因为确定了 这一张柠檐定的 这一张柠檐定 都知所有比特币的 都知为没有 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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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买不是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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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не 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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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目前美国手上的比特币大部分都是从骇客跟暗网那边没收的 以前美国政府会把比特币时不时的就卖掉 但是美国政府开始发现 好像还真不应该卖 应该直接来当作战略储备 我们会非常简单 我们会非常简单 我们会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我们会打扰,打扰,打扰 我们必须 我们是什么我们有 我们有更多红�粒在我们的足处 对任何国内在世界中 更多的 Saudi Arabia 更多的Russia 我们不使用它 我们不使用它 他们使用它 我们不使用它 我们去逛购油从 Venezuela 它是瞑想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足处 我们可以做到这么费利 与那个随意识的货币 美国会变成了世界的 聽到這些我自己是蠻激動的 但是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川普他真的會落實承諾嗎 還是只是為了要得到這種龐大的加密貨幣選票 我們來看幾個數字 那你來做判斷 所以支持币圈呢 可能是他的一張牌 也可能是他在體驗了各種政治鬥爭之後 新的體悟 但我們沒辦法猜測 只能說呢 這張牌出了之後 看起來還算管用 不管他的承諾做到多少 應該都還是會比現在目前币圈的狀態更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比特幣 他已經創了歷史新高了 我還敢買的原因 如果你是完全的币圈新手 不知道比特幣到底怎麼買 或者是加密貨幣區塊鏈 它到底是什麼 我會放兩個新手教學影片在資訊欄 請你一定要花時間看完 因為呢 這些影片真的有可能就改變了你的投資生涯 如果你已經是币圈老朋友了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給你的投資帶來更多的信心 - NEVER SAID YOU'RE BITCOIN 不要忘了 下一支長影片記得收看 也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區 留下你的預測 你覺得影片會出現哪一個币圈的大神呢 Vitalik Buterin Brian Armstrong CZ 還是Michael Saylor呢 在下面留言 在發這支重要影片之前呢 我會抽五個人 各自送你20美元 謝謝你看到這裡喔 歡迎用下面的連結到LINE跟Discord群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在OKAXBN派網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都幫大家爭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續費減免 用下面的連結註冊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歡迎告訴我你接下來想要看什麼 我們在币圈繼續努力 下次見 掰掰